今天邀请的科别是眼科 这是龚伟勋龚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龚医师你好 大家好 我是长安医院眼科龚伟勋医师 没有突然间觉得龚医师突然间生气十足 对而且医生非常年轻 对这一次也是跟我们的主题相关 叫眼科这个息息相关 每个人每天一定固定要用眼 眼科疾病白白款 今天主题叫做早发性白内障 我想问一下早发性到底叫多早 几岁之前算早发性 其实早发性是相较于说 我们平常认知的一个比较老年的病 白内障来说早发性 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 那我们说早的话 其实最早最早可以有先天性的白内障 可是小朋友因为他胚胎发育的问题 所以他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透明的水晶体 那这个是先天性的 那这个因为目前都有在做这个学生的视力筛检 所以是基本上不太会漏掉 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视力不好 再进一步检查大概都会知道 对 刚才讲到这个我很好奇 真的看过很多漂亮的那个水晶体 真的看过 当然啊 这个 漂亮是清澈透明 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我们直接 我们在眼科看诊的过程 一定是会靠在那个 可能观众朋友大家比较不了解 就是我们叫做裂隙灯 然后其实它是一个放大镜 那通常还有附带有照明的功能 那其实主要就是在看眼睛啊 那我们眼睛黑眼珠的地方叫角膜 它是一个透明的构造 OK 所以它往里面看会看到咖啡色一圈就是红膜 红膜中间的洞叫瞳孔 那瞳孔再往深就是水晶体的部分 那通常我们在看年轻人 就是看一个黑色的洞 因为它是完全透明的 看不到东西 那随着这个退化的发生 它越来越浑浊 那在外观上呈现 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杂质啊 灰白色的颜色 就是我们讲lolo 看起来是这样 是是是是 但是对 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放大的效果之下 可以去区分啊 有些人他的lolo是发生在角膜的地方 那就是不一样的病了 是是是 我们讲这个白内障啊 它是不是就是眼睛看出去 会一直觉得有一个白白的东西 糊糊的这样 没有错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清澈透明的 它形状其实有点像曼陀珠 是一个圆球形 医生解释非常好 大家自己有吃过就知道 中间胖胖的 中间胖胖的 那整体来说 理论上一个理想的水晶体就是要透明的 真的就像我们讲说这个水晶一样 OK 那它随着这个我们年纪慢慢增加 使用的年限越来越长 它会产生这些退化 那退化就是混浊啊 那混浊每个人的形态都不太一样 假如说是均匀的混浊 那这个患者他本身视力上的感受就不是那么明显 那假如说是比较不均匀的 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感觉到光线被挡住啊 看东西好像隔了一层沙 或者是说光线进来的时候 进出室内光线有变化的时候 那个散射的效果会突然觉得 眼前一片白看不清楚 所以其实可能很多人是均匀混浊 但还不影响生活 那没有错 所以我们虽然说 这个百分之上这个退化的发生 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 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 55岁60岁以上 其实来检查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 但是接受手术的年纪的分布非常广 有的可能60几岁做手术 我最年长的患者是95岁才做手术 所以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 那广义先生这个是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吗 还是说一定啊 是一定哦 一定会发生啊 那至于说要不要做手术 要不要做手术 对对对那就是取决于我们的需求啦 OK 那当然我们在医师端的评估就是说 利药大于弊嘛 做完这个手术要有进步 那在病人端来说的话 你这个进步是不是他需要的 有些老人家可能退休在家 他觉得还好 他可能我们测起来视力 0.2 0.3 他不以为意 他觉得还是很够用啊 真的哦 全部病患自己决定他的生活嘛 跟觉得这样就OK了 但是这个白内障就是照医生说的 是每一个人可能终究要面临 顶多就是年纪的早晚的问题 那你刚刚提到一个叫早发性的白内障 他的意思是在年轻很年轻 或者是出生或基因遗传的问题 就一直都有是吧 是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讲这个早发性白内障 是说一般我们可能抓60岁以上 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发生的状况 那假如说退到比较早 40岁到60岁这个区间就发生 影响到势力造成生活的困扰的话 我们把它称作这个早发型的白内障 那这个地方需要特别跟观众朋友提醒 是因为说这个跟我们一些身体本身的疾病 或者是说过往的一些生活习惯 用药会有相关 对我刚才讲到 我看了一些资料比较惊讶 其实抽烟跟白内障有关系 是是是抽烟喝酒 这个在统计上都是会有显著的这个退化提早 他的原理跟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般比较简单来说 就是它是一个氧化的压力 我们这个水晶体可以看 它清澈透明 它是没有血管走进去的 所以它的代谢就是永远都发生在里面 封闭起来 它产生的这些杂质啊 废弃物是排不出去的 在里面累积累积 它就会形成这些浑浊 对这个坏习惯改一改 真的喝酒抽烟没有任何帮助 大家记得好不好所以这个所谓的早发性的白内障 那可能会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呃跟我们的用眼的方式都有关系是吗 这听起来好像是全民皆有吗 没有错就是呃大概目前啊这个当然包括我啦 还有整个眼科学界都有发现到这个年龄是有开始提早的这个感觉 那呃我们归咎几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包括说近视啊或者是药物 那药物之中是类固存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 OK嗯 再来就是外伤啊或者是眼睛本身有做过手术 或者是一些光线类的啊长期接触强光或者是辐射线 嗯这个都会让水晶体的退化提早发生 嗯嗯那刚刚有先提到这个抽烟喝酒 哦这更不用说这不止眼睛这是全身的保养 都有影响这样子 那肥胖也有 哦 胖跟高血压也会影响致力 反正反正我们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万恶的冤手 你刚才讲说去做眼科手术也可能有样 包括去动一些近视手术吗 这个也会吗 呃雷射手术这个是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但是我们可以回回头过来想哦 会需要做近视雷射手术哦 往往都是度数比较深的 OK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高度近视 这个是很明确的直接相关 高度是在一千里面吗 目前哦 呃以往哦大概会说六百度啦 那其实目前有放宽 五百度以上就算高度就算高度了 对啊所以其实以台湾的资料来说 高度近视的比例是非常高 太多了啦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五百度很容易耶 看五百度又抽又喝酒 就没有你自己是高危险群自己注意一下 小心一点 那我问一下这个龚医师哦那一去不复返嘛 如果真的你已经走到这个田地的话 或者不动手术了呃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治疗方法 然后怎么选择 是那目前哦以这个白内障的治疗来说 大概有两个不同的选择啊 第一个我们是点药水啊相较之下是比较简单的 嗯那药水的这个发展比较局限啊 目前的这个药水的功效大概只能停留在延缓这个退化的发生 还没有办法 它不可能变好 它只能让你速度变慢 是没有办法做到回春啊 那假如说嗯呃 观众朋友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嗯影响到生活了 想要改善 那可能就是要选择第二条路就是手术嗯 手术先问一下 是做完之后术后要多久 哦呃我们这个手术哈 我们白内障手术哈 以最近这大概十年来说哈 哦标准的做法就是把原本的这个水晶体摘除之外呢 会再放一个新的透明的人工水晶体啊 嗯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白内障手术嗯 那目前哦这个手术这个进步非常快 OK这个手术的时间哦大概都可以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 这么快哦 做完当天就回家 那恢复的话哦我们大概说啊恢复日常生活都在一个礼拜之内就OK啦 但是这个意思一定千丁万交代啊 眼睛不能碰水啊哦这个是非常谨慎的 就是手术完哦对关系到感染的问题啊 我不能碰到外界的脏水 哭一下是没关系 洗澡就算了洗澡怎么办带蛙镜是不是 洗澡还好啦就是洗下面 不洗头是吗 头可能要躺着洗啊 或者是你给人家洗一下嘛一个礼拜 然后就全部戴墨镜这样子吗在户外的时候 嗯还是其实对其实户外哦墨镜这个其实无关乎手术啦 我们目前都会觉得说只要光线比较强哦 其实都应该戴墨镜保护一下哦那刚做完手术啊 因为你可以想象说原本一样的光线被混浊的水晶体挡住了一些哦 今天我们做完手术哦突然又一大放光光 对他会觉得不太适应啊 所以可能室内的部分哦还是要戴个一个礼拜哦 会开始适应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这个戴墨镜是为了怎么讲平衡 他之前跟手术完之后突然眼睛变好了这样子 是是是那当然目前哦这个配合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太阳眼镜 其实他都会做的比较大 甚至可以容纳你原本的眼镜 但是他就是代表说他还有一个额外保护的效果 可以防止碰撞 嗯哎我问一下刚才讲到人工水晶体 他有不同的材质会有不同的价格区间这样子吗 哦这个也是一个常常困扰患者的问题哦 那这边可以帮大家澄清一下哦 其实材质方面几乎是一样的啦 都是我们都说是压克力 那压克力它是一种复合物啦 当然各家厂商哦他的配方可能会略有不同 但是我们都还是通称压克力 嗯那所以至于说这个价钱的高低哦 其实是在他镜片上的设计 镜片 导不是材质 就是那个水晶体上面的 对哦 后跟薄是这个度数的差异了哦 这个倒不是价钱的决定哦 应该是说我们以健保给付的这个单焦点来说哦 他本身就可以做度数的选择了那差异是说有不同的功能哦 一般我们会听到说啊有额外可以矫正闪光的哦或者是多焦点的哦那多焦点的发展又哇这几年突飞猛进有二焦点 有三焦点有延伸焦段哦非常的非常多人工水晶体可以做到这些东西是是是是是是好吗 做完之后什么远视近视老花全部都好是这样吗 我怎么听好像大家要去做这两个是这样吗 远视近视这个哦这个是一定是可以处理掉不管你原本的度数多少 近视可以一并处理对都可以帮你调整 但是老花这个哦就是大家目前的癥结点啊就是大概以单焦点来说哦做完是以一个距离通常我们是选择远方最清楚那随着距离变近啦慢慢开始模糊就是老花的那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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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造成这样的困扰那因为我们本身天生的这个调节的机能是因为水晶体他形状的改变OK 但是人工水晶体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它是一个 它只好是强强力 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科学家眼科医师 做的一些设计是利用光学来达到说 有不同距离都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个效果 但总归一句 它并不是这个最源头的基转 所以其实它有这些好处 它连带还是会有一些缺点 包括说会有一些眩光 或者是说整体的亮度相较于单焦点 会比较下降 所以这个都是值得考虑 听起来 没有还是我们有自己的 就好用自己的水晶体就好 就是完整的最好 或者是你已经走到了 就是说要置换这个水晶体 就是因为白内障的问题 我觉得听起来是要跟医生深入的聊一聊 因为个人的需求恐怕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眼睛的问题 是最近这几年3C产品的盛行所衍生的一个后遗症 好不好大家的眼睛要多加的注意 要不然你什么都看不到 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是长安医院眼科 就是龚伟勋龚医师 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龚医师所聊的部分 一方面我们在官网的粉砖 我们有影片 再来也欢迎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直接跟我们的医生聊一聊 长安医院在台中市的太平区永平路 这是一段9号 今天很谢谢我们的龚医师 谢谢大家